日常一名中心的男主手包起來 而且老輩老弟來到福建分組所求助 經過了解是因為工作不洗禮 放假期降落去 但落機的既進食就是部門的狀況 因此搜集馬上車 孫樂車 卻做開桌 上翁中機 原本30分鐘的車庭 15分鐘就到了 幫助男主順利來到便宜 這台黑色的虛擬車庭在分組所的門口 車頂來一名中心的民眾 拜託警察給他幫助 狀況右手有爆炸的行情 走路已經相當不穩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他的手被機器捲入 一定是非常的疼痛 旁邊這位是他的父親 一開始熟長叫做中心的男主 是讓人撲凶 經過了解之後 行為工作不洗禮 讓他去降落去 但落機的既進食就是部門的狀況 而且給車還沒好調 因此熟長馬上車 孫樂車 卻做開桌 上翁中機 3月6號晚上18點 有一台黑色的休旅車 開到我們拍攝所前面 向我們同仁招手 我立即向前去查看 我本來以為那個年輕人下車 他的手是被砍 經了解 他的手有包紮 而且血流無助 他是因為操作家裡的機器不剩 手被捲入 造成兩隻手指斷裂 那他爸爸申請得非常緊張 希望那個警方能開到 送他到那個彰化基督教醫院 那因為落機這邊 機展之人蠻為患 那救護車調度不易 那我立即指示同仁 開啟警示燈 還有那個封鳴器 一路護送他們到彰化基督教醫院 讓他能順利的救治 平常上下班的時間 張陸陸車子非常多 那從這邊到彰化 尖峰時刻大概要開30分鐘 那我們用警車開到的方式 以15分鐘就迅速安全的 把這個科興的傷患 送至彰化基督教醫院 對環境極實的協助 感謝男主父親也相當感謝 警方表示 民眾確實有需要警方協助的訴求 都可以卡依依空 卻是親自來到派出所 環境也會盡力協助 新中華新聞剃龍青 霍京蔡鳳報道